大家好,今天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解除了苏洛维金 俄罗斯空天军司令苏洛维金的职务 俄国防部的消息已经解除了苏洛维金的职务 陆军上将谢尔盖苏洛维金被解职 由国防部派遣维格多阿夫扎洛夫代理空天军司令 阿夫扎洛夫 俄罗斯的新闻也进行了报道 阿夫扎洛夫他现在已经是空天军的代理司令 他取代了苏洛维金 俄亲社今天也证实空天军总参谋长维克多阿夫扎洛夫 已经被任命为俄空天军临时代理总司令 空天军的前司令苏洛维金已经被解职 空天军参谋长阿夫扎洛夫已经上任 苏洛维金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指挥联合部队行动时 阿夫扎洛夫就已经担任俄罗斯联邦空军代理总司令 阿夫扎洛夫上将他的简历 他毕业于普及金高等军事学校防空无线电学 无线电电子学 2000年毕业于防空军事大学 2010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职务从防空兵集团防空导弹师团作战控制部 计算科长转任参谋长 是空军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 2017年7月担任东部军区空军防空集团军司令 18年8月任俄罗斯空天军总参谋部参谋长 苏洛维金于17年10月被任命为空天军总司令 此前他曾指挥俄罗斯驻叶部队 并兼任东部军区司令 2022年10月他被任命为特别军事行动区总司令 今年1月任副总司令 由格拉西莫夫接替 那么瓦格纳事件出现以后 苏洛维金就被软禁 由他的总参谋长来接替 苏洛维金被免职 现在俄罗斯国内 我看了一下俄罗斯国内相关的一些报道和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分析 我把这些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目前俄罗斯国内有两派 有一派认为苏洛维金未来很难再复出 苏洛维金岁数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如果他不能复出的话 那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另一派认为苏洛维金未来还会重新复出 就类似于当时的拉平 拉平大致他也是特别军事行动 遭到损失以后被普京血藏了几个月 让他去休假 但休假结束以后 他马上拉平又回到了东部战区 又回到了战场 所以苏洛维金未来会不会回到战场 俄罗斯内部有两种说法 那在普里格任 他这个瓦格纳叛乱事件以后 苏洛维金就被调查 首先被关押在莱福托沃省前拘留中心 但是那个地方实际上 居住条件还是可以的 给他安排了电话 而且还可以与妻子见面 在拘留中心还可以会客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 他被安排拘留中心具体的位置 所以他还是被俄罗斯方面进行了管控 现在对于苏洛维金 他现在的下落 苏洛维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 但是不能与外界 特别新闻媒体接触 但是可以会客 到家里访问是可以的 可以见人 不允许离开 那这个无限期休假 也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的罪名 所以俄罗斯国内的两派 一派认为苏洛维金 未来很难再回到特别军人行动区 就此直接生涯结束 另一派认为 无限期休假也说明 他并没有任何的行事责任 那么也就被苏洛维金 未来回归军队 实际上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他实际上没有犯任何罪 因为他没有被定罪 也就是没有犯罪 那么他实际上是清白的 他只是进行休假 那么俄罗斯之前像拉平 像空降兵司令 特布林斯基都进行过休假 休假结束以后 又返回特别军人去 所以现在俄罗斯国内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第二种就是苏洛维金可能会回到特别军人行动区 我觉得这个概率更高一些 这我个人看法 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他没有任何的犯罪行为 经过调查他没有犯罪行为 那么也就是为他回归军队 我觉得也铺平了道路 那么他没有参与叛乱 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行为 现在还是要看最后 俄罗斯方面 特别普京 怎么样处理这个苏洛维金 如果特别军人行动出现转折 我觉得普京会重新启用苏洛维金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除了苏洛维金的事件以外 今天在黑海方向和空天军摧毁了 乌军在蛇岛附近的两艘快铁 而且俄罗斯方面还公布了最新的视频 这在蛇岛附近是在22日的凌晨4点 莫斯科时间凌晨4点 黑海舰队一架苏30SM海军航空兵 战机击毁了乌军情报总局 登陆艇大队的两艘快艇 这两艘快艇可以看 使用的是30毫米机炮击弱的 这次两艘快艇是在塔尔汉库德脚以西38公里处 被俄军摧毁 登陆部队距离海岸如此之远 那么也说明乌军的登陆艇 已经在开始演练在克里米亚方向 进行远距离登陆 可以看从奥德萨 从蛇岛作为跳板 从蛇岛登陆克里米亚 这次实际上是演练 而且这个距离非常远 蛇岛在这个位置 登陆艇在这个位置 到达克里米亚的话 实际上乌军就从克里米亚登陆了 乌军实际上这个行动也证明 乌军除了在地涅薄河方向准备登陆以外 在克里米亚也在准备进行抢滩登陆 那发现这个登陆部队以后呢 俄军就派出了苏-30 在距离38公里 俄空天军发射这个30毫米的这个机炮 30毫米机炮啊 大家看为什么不用使用导弹 因为这个船啊非常小 使用导弹的话 反而不容易命中 而且那个导弹啊 特别像俄罗斯的这个X3135 这个反舰导弹 很难捕捉这么小的目标 所以使用30毫米机炮反而更有效 而且是打沉了两艘 从蛇岛出发的 几个小时以后呢 俄空天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 又摧毁了美国交付给乌克兰海军的 叫拉德级的一艘潜艇 在蛇岛以东40海里处 发现这个拉德级潜艇 乌军现在在整个黑海方向的这个行动啊 也说明呢 实际上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下 未来在黑海会扩大他的军事行动 扩大他的存在 那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一艘货船 身份不明的货船呢 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上面搭载的两艘 叫FP B98巡逻艇 那该船的几天前已经进入黑海 由于安全措施 这个视频才公布 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啊 这两艘艇是2019年 乌克兰边防局签订的合同 向乌军的提供的两艘巡逻航艇 FPB98呢 于5月底到6月初 沿类似路线呢 曾经在乌克兰进行过交付 当时是由罗马尼亚方向的船只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沿海 进行的交付 那这个快艇在乌克兰海军呢 称作文字快艇 今天呢 俄军击沉的这个 乌克兰的快艇很有可能就是啊 这个文字快艇 很可能就是这个文字快艇 所以呢 这是俄军呢 在黑海方向啊 首次击沉乌军的军舰 两个文字快艇也就是军舰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 乌军已经做好了登陆克里米亚的准备 登陆克里米亚的准备 那么在赫尔松方向呢 大家看看赫尔松今天的情况 赫尔松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啊 经过炮火的准备 再次尝试呢 在帝尼伯河 岛屿地区进行登陆 那在戈洛普里斯坦地区 乌军呢 分乘两艘的快艇 在贝洛格里迪岛附近 进行抢滩登陆 而武装部队猛烈炮火摧毁了 一艘再有登陆部队的快艇 艇上五人被击毙 这艘登陆艇呢 搭载的也是英国的特种空军团的特种队 包括指挥官 另一艘呢 立即返航回到驻地 俄武装部队发动袭击以后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炮火 报复 所以双方进行了炮战 乌克兰武装部队编队 被以东不远地方的发现了两艘 一艘登陆赫尔松西南 叫梅尔基岛的登陆艇 俄军的随即由观察哨向两艘快艇开炮 最后由炮兵迫击炮手 成功的阻止了乌军的登陆行动 在赫尔松地区东北部 米哈伊洛夫卡附近的两艘高速艇 在不久的将来 也有可能会在新沃隆 挫夫还有阿波斯托沃 这两个地方登陆 因为俄军侦查发现 这两方线有乌军的第121突击大队 抵达了沃隆挫 在这个方向 新沃隆挫夫卡在这 所以乌军的121 在尼克波尔这个方向 它的突击大队也已经抵达 所以未来这个方向 也有抢滩登陆的可能 主要是针对扎布洛核电站 从现在整个情况来看 沿克里米亚到蒂尼泊 整个的黑海方向 乌军都在做着抢滩登陆的准备 现在俄军特别关注的是在 在克里米亚的方向 而总仓部现在格拉西莫夫制定新的反攻计划 乌克兰方面也做好了抢滩登陆的准备 所以未来除了在扎布洛方向陆地上的战斗以外 在海上俄双方的战斗也会逐渐升级 那格拉西莫夫现在已经确认 他还是总司令 特别军型的总司令 而且普京在 东河帕罗托夫听取了格拉西莫夫的汇报 那么反攻计划普京已经拍板 所以现在来看 俄罗斯 包括斯鲁维金 他的临时休息 现在看是临时性休息 已在黑海方向乌军的反攻 俄军的作战计划 整体看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情况 也就是未来俄乌双方在乌军反攻的战场 俄军会有更多的投入 俄军会更多的在扎布洛方向 哈尔哥方向进行更多的反攻 而黑海方向 俄军也会对乌军在奥德萨 在蛇岛附近的这些 民用或者军用船只 俄军也会发动更大的袭击 所以现在黑海和扎布洛地区 都会成为俄军反攻的主要战场 这样的话 乌军下一步获得了西方的F16战机 可能会在黑海方向投入 未来黑海会成为海空战场 再结合着扎布洛方向地面战场 所以沿整个黑海边境地区 沿整个黑海地区 这个战争会扩大 我未来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